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个人就会到金文泰四道的菜园去耕作 让人佩服的是 这个菜园根本就不靠近他们住的地方 丽玉住在武吉班让 翁岩的家则是住在后岗 那这两个人为什么会对耕种乐此不疲 甚至还是长途跋涉前往金文泰的菜园跑呢 我来这个上面那边挖那些泥土 我看到阿姨在这边种菜 我就看到阿姨处得很辛苦 叫阿姨我帮你 你老人家我帮你 对我也是有好处 我还可以点运动 我以前有一个菜园是在那个帮户那边 他现在帮户已经赶没有了 搬了 所以星期还留住 我小的时候我们的家有菜园 我妈妈每次有种菜 小的时候我们都会一起种菜这样 江村长大的 所以刚好我小树 还有机会拿到这个地方 连我们就可以来这边种菜 自己种的东西吃了就很开心 而且它不一样 你跟巴萨买的真的不一样的 小小的菜园是翁炎和郑立玉 平日打发时间的去处 这里不但能让他们放松身心 也凝聚了亲情和友情 带来许多难忘回忆 因为我以前甘蜂是这样的 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做 我就拿来种菜 有一点乐趣 看到种到它菜长出来很美 看到很高兴 这边总共有30多块地堆 每个人有用自己的一块小菜原酱 因为大家这边种菜 所以就变成朋友了 所以每次有心得 会交换彼此种菜的心得 而且有时候他们种的菜太多 他也送给我们 连我们有太多 我们就送给他们吃 我们每次都有这种互动跟交流 在金文泰四道耕种的 还有益族同胞 因为有了共同的聊天话题 对彼此的了解也有所加深 益族同胞我们也是有沟通的 好像他会给我们一些 他们自己种的一些 他们比较认识的 因为他们马来同胞 吃的东西跟华人不太一样 有时候他们会种一些 他们马来人比较喜欢吃的东西 然后就会介绍我们 然后他会给我们吃 在社区菜园旁就摆放了桌椅和阳散 这是利域的小叔开辟的一个休息区 也是大家联络感情的好地方 在菜园要是耕作太久觉得累了 就可以在这边好好地休息一下 下雨的时候也可以躲雨 而说到耕种 无论是播种 施肥 浇水 收割 各个环节都是要注意要做好 最终才可以有蔬果可以采收 汪延和利域都坦言 现在仍然是在实践当中摸索 那本地有哪些蔬果是比较容易种植 平时要怎么避免虫害 又可以用什么东西来当作肥料进行施肥呢 我们一块请两个人跟我们分享 我们种很多种菜 水果之类都有 最主要是种番薯月 菜心 有些还种香蕉 种甘蔗 种木瓜 很多种 很多种那种 以前一些菜根本我也不认识的 还有种一些草药 草药有些人家经过也会给我们拿 需要的时候会给我们讨 我们也会给人家 有好多种菜种不出来的 那种我们边的天气不适合 热就不适合了 种不出来 就是那些白菜 那种包菜 盖这个碗不一样 它没有那种虫 虫来吃它的菜 那种小虫 牧俗叶那种比较厉害 那种很多那种白白的那种肥虫 很多 如果是太厉害我们就扒掉它了 不要给它再长出来很多虫 农药这些我们都没有用的 我们只是浇水然后我们放一点那些 一点点 我们自己 像鸡蛋壳 我们是一种肥料来的嘛 所以我们种的菜都是属于比较健康的 可以这样讲啦 你不可以完全讲是organic嘛 因为泥土都不懂是organic 我们不懂 不过是说 至少我们经手的东西 所以我们是没有放那些 碰那些农药的 如果每天下雨就菜不大会伤 水太多了 淹水也不可以 没办法啦 也是见到比较少浇水一点 如果没有下雨我们就在时常要每天 一天要浇两次啦 如果下雨就两三天才浇 泥土要看啦 如果是太湿就不可以啦 要给它干一点才放那种子 种子去买咯 这种种子没有办法找到的 要种子店 他们正门卖这种种子店才有 没有种这么多嘛 少少一点 放太多也是不可以的 它全部举在一起的咯 那些菜 菜就不长大了 多啊 我们有时种不完给隔壁朋友他们种 这样 大家动了菜以后还可以自己吃嘛 对不对 然后你心里有一种比较安全感 说我吃的至少很没有农药 你明白吗 所以你会觉得吃得很开心 这样 另一方面最重要就是说 我自己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说 好像我们跟这些 我的周里这些 他们 小姑这些 我们就会相处得很愉快嘛 就在这边喝喝水聊聊天这样 也有时都带收音机来听 好像自己的家这样 蛮开心的 他们也站在这边 用时间和汗水换来的收成 吃起来肯定是格外的甜美 但是我觉得 两人在耕种过程当中 经历的身后友谊和亲情 更是难能可贵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晨光第一线》 也欢迎你浏览8频道 新闻及时事节目网站 还有下载定用程序 我是志音 我们下个星期一再见 请问を待っ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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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